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两个的婚姻多少带一点政治色彩 这也与当时蒋介石的处境有关 当时蒋介石正值第一次下演 手里没钱没军队 而宋美龄作为宋家的三小姐 不计人长得漂亮 学历又高 而且后面还有孔宋两个家族支持 蒋介石对宋美龄展开了疯狂的追仇 宋美龄从小立志要嫁一个有志向的男人 蒋介石的出现无疑就是他的天赐郎君 两人最终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宋美龄的美和修养人人皆知 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 各张勋良曾夸赞过宋美龄 美若天谢 更是多次偷偷与宋美龄私下交往 爱着宋美龄的并不是蒋介石这么一个男人 还有一位叫做韩成烈的将军 韩成烈是黄浦军校的学生 蒋介石是黄浦军校的校长 依次蒋介石带着宋美龄前来探访训话 宋美龄身着旗袍 显得雍容华贵而又不失身份 韩成烈看到眼里后 久久不能忘怀 蒋介石正在上面神情激昂的演讲 韩成烈突然走出了队伍 然后抓住宋美龄的手 深深一吻 宋美龄下的花容失色 蒋介石更是面色铁青 但因为当着众人的面不好发现 所以蒋介石返回了办公室 宋美龄也在侍卫的护送下 回到了休息室 闯了大祸的韩成烈 也一起被带去了 宋美龄已经从刚才缓过进来 面对这个灯出浪子 宋美龄轻喝道 以为什么当众羞辱于王 韩成烈回道 夫人太美了 我冒失了 此时的韩成烈明显已经回过神来 为自己刚才的错误举动而追悔莫及 蒋介石看到韩成烈是无心之举 而且又是黄浦学生面子上 并没有责罚韩成烈 宋美龄的影子始终在韩成烈的心中挥散不去 时隔多年 韩成烈仍然深深记着宋美龄 唱 日战争结束后 韩成烈选择去了美国经商 因为韩成烈头脑聪明 而且吃苦耐劳又有许多的关系和朋友 轻而易举的就获得了成功 但韩成烈却一直没有娶妻生子 蒋介石去世后 宋美龄来到了美国 专程去看望了韩成烈 此时宋美龄已经是花甲之年的老人 而韩成烈也已经不但年轻 宋美龄却韩成烈 不要如此这般 赶紧找一个女子 也好结婚成家 但韩成烈始终没有娶妻 宋美龄去世后 韩成烈更是哭到哽戒 然后说道 怀念夫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